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刘邦平定天下考虑定都问题的时候 文臣武将几乎都是山东人 所以都说洛阳最好 当时所谓山东并不是今天的山东省 而是小山以东 小山属于秦岭东段之脉 和韩古关一起合称小韩 战国年间 大题上小韩以西是秦国 以东是其他诸侯 所以以小山为坐标原点来分东方和西方的话 小山以东就叫山东 战国七雄当中只有秦国地处小山以西 所以另外六国合称山东六国 如果以韩古关为坐标原点的话 秦国以外的六国就叫关东六国 当时山东和关东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今天的山东是以太行山为坐标原点 东边是山东 西边是山西 顺便交代一句 从清朝到民国的闯关东 指的是山东灾民为了生计 突破山海关 进入了东三省 这里的关东 指的是山海关以东 回到战国时代 既然小韩以东叫做山东或者关东 小韩以西是不是叫山西或者关西呢 并不是 这片地方也就是以咸阳为中心的秦国核心地带 叫做关中 所谓关中是站在秦国角度相对于关外而言的 指的是韩古关以内 所以关中有时候也被称为关内 汉朝以后才有了叫关西的说法 《水浒传》里面 鲁提侠拳打镇关西 故事发生在魏州 今天的甘肃省平梁市 在咸阳西北大约三百公里 镇关西 镇的是好大一片关西 可见这个名号把牛皮吹得有多大 我们读历史经常会遇到关东 关西 关内 关外 山东 山西 河东 河西这些名词 现在你应该已经都不陌生了 以后还会遇到江左 江右之类的概念 话说回来 在刘邦斟酌国都玄旨的时候 文臣武将们因为都是山东人 所以历见洛阳 只有刘靖和张良推荐关中 张良那番话原文特别漂亮 我来带你领略一下 福关中 左小寒 右龙鼠 卧也千里 难有八鼠之饶 北有活怨之力 祖三面而守 独以一面东至诸侯 诸侯安定 何谓草晚天下 西几京史 诸侯有变 顺流而下 足以尾书 此所谓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也 张良讲的左和右 和我们看地图的左和右刚好相反 所谓左小寒 右龙鼠 在地图上是右小寒 左龙鼠 也就是东边有小山和寒谷关 西边有龙山和鼠地的明山 在这东西之间是一片卧野千里 战国秦汉年间 知识分子描述地里 经常会有很漂亮的排笔剧 尽情夸张 让天中心潮澎湃 但张良的这番话不仅漂亮 还很务实 说卧野千里 就真是卧野千里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可以看一看《尚书与共》 上书的篇章当中 影响力最大的有两篇 一是洪范 二是羽共 洪范物虚 羽共物实 羽共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专著 几乎所有搞地理研究的人都在围着它打转 即便测绘技术很发达了 不但能画出精确的地图 连等高线都能画出来了 但至少在名义上还要谨守羽共 羽共描写大宇治水 划分天下为九州 还记载了每一州的山川 地理 土壤 物产如何如何 九州分别是冀州 衍州 青州 徐州 扬州 药州 药州 是不是很熟悉呢? 没错 这些地名不但秦汉以后还在沿用 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河北省简称冀 河南省简称玉 源头就在羽共 在羽共设计的九州系统里面 观众属于庸州 这里的土壤用羽共原文来说是 绝土为黄壤 绝田为上上 意思是土是黄土 田是好田 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土地是全天下最肥沃的土地 非常适合种粮食 羽共的成文大约在春秋战国年间 再看战国册 苏秦游说秦桧王 夸赞秦国卧野千里 资源太充沛了 所以这样的好地方简直称得上天府 苏秦所谓的天府 到了张良那里增加了两个字 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天府之国 今天提到天府之国 我们想到的是成都平原 但这个名号原先是给咸阳所在的 关中平原的 在关中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时候 成都平原存在的意义仅仅是对关中平原的辅助 也就是张良说的南有巴蜀之饶 而北有胡苑之力 指的是关中平原的北部和胡人相接 可以得到很多两种战马 更重要的是 关中平原北西南三面都有天然贤祖 一手南宫 只有东面和山东六国相接 而且中国地势西高东低 所以张良的意思是 在天下太平的时候 东方的物资可以通过黄河和渭水逆流而上 费点力气攻击关中 而一旦天下有变 中央军东进平乱的话 军需物资顺流东下 最方便不过了 张良最后的两句归纳 京城千里形容关中 不但一手南宫 而且打别人很轻松 天府之国形容关中物产丰富 不但粮食产量天下敌 还可以就近向一南一北借力 相比之下 洛阳怎么样呢 劝刘邦定都洛阳的人 倒也讲得出一番道理 说洛阳也有山河贤族 东边有成高 西边有小山河免池 背靠黄河 前面是伊水和洛水 但张良分析说 这些都没有错 但问题是 被这山河贤族围起来的地盘 实在是太小了 只有区区的数百里而已 而且土壤贫瘠 更要命的是 山河贤族虽然说起来东西南北都有 但敌人真要打过来的话 从东西南北都不难打进来 所以此非用武之国也 这片地方根本就不扛打 张良所谓的不扛打 当然只是和关中对比 后来五湖乱滑的时候 很得人心 也很能打仗的姚湘进攻洛阳 一个多月都没有打得下来 姚湘有一句名言 原话是这样的 洛阳虽小 山河四色之故 亦是用武之地 所以姚湘的战略是 洛阳必须先拿下来 然后以洛阳为根据地 开创帝王事业 但洛阳终于没有打下来 帝王事业呢 也终于没有能够成功 这个至少可以看出来 洛阳其实不差 只不过关中更好 所以张良一番话 让刘邦马上就拿定了主意 首都就定在关中了 具体地点 就在咸阳向南 渭水南岸的长安 汉朝的长安城 北边几乎紧挨着秦朝的咸阳 西边溢水之隔 就是秦朝著名的阿旁公 后来的唐长安城 又从汉长安城的位置 向南移动了一点点 今天我们去西安 看到的那个规模宏大的 完整的古代城墙 是明朝的西安城墙 从位置来看 明西安城 全都在唐长安城的范围里边 规模比唐长安城啊 小了很多 秦人自从公孙央 迁都咸阳以后 不断经营咸阳城 原本公孙央时代的咸阳 位于渭水北岸 后来到了秦朝湘王时代 在渭水南岸 修建了张台和兴乐宫 南北两大建筑群需要沟通 所以啊 一座横桥应运而生 等到秦朝建立 咸阳城的规模啊 继续扩大 咸阳不再是传统上 依山傍水的格局了 而是横跨了一条河 三府黄土讲出一个 玄妙的建筑哲学 原话是 渭水贯都已向天汉 横桥南渡已发迁牛 渭水对应着银河 横桥对应着迁牛性 这背后是汉朝人的神秘宇宙模型 所以三府黄土很有可能解读过身了 将来我们会在汉朝的建筑格局里面遇到这样的模式 而在公尊央迁都咸阳的时候 重点只有一个 修建济阙 所谓济阙 就是在宫门外的楼台 左右对称 中间流出一条夹道 今天我们去北京故宫 站在五门外 正对五门 左右两边就是济阙 济阙原本是一种功能性的建筑 济相当于济仔的济 阙相当于缺少的阙 连起来理解就是 两座楼台中间流出空缺 当成了过道 方便悬挂法令告示 没错 公孙央又有新的法令要公布了 我们下一讲再谈